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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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副方的蔡民中董事長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辦者 周桂田 周主任 我們今天還有很重要的來賓 像我們的賴英招賴院長 以及金管會的陳副主委 以及各位來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我們副方永續未來的論壇 我想永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因為它不只關心到我們地球的未來 也關心到我們人的幸福感還有各種質感 我在去年上任校長以來 一共參加過兩次非常大的有關於校長的會議 一個是去年在香港舉辦的April 就是環太平洋大學校長會議 那時候的主題就是氣候變遷 所有的校長討論的在那個幾天的會議裡面 只有一個議題就是相關於氣候變遷 那今年是在紐西蘭舉辦 大概6月23到27號 主題也是一樣 永續 不過今年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是它比較聚焦在海洋 海洋還有陸地的生物多樣化 因為這也是永續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這就顯示說 事實上國際上非常重視永續這個議題 尤其是人類在科技的進步 事實上會消耗掉很多的能源以及資源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能源跟資源能夠永續化 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們富方集團以及基金會 長期支持我們台大風險中心 在整個永續的議題或者是氣候變遷的議題 長期的贊助 尤其大概針對這樣一個社科領域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是不是用掌聲來感謝一下我們富方集團 另外我也跟各位來報告 事實上台灣大學在整個教學研究 很多方面跟永續也非常有關係 我們在研究方面 除了周主任這個台大風險中心 長期在關注有關於綠色科系 比如說能源方面 氣候變遷方面的議題之外 我們在教育部裡面的特色中心 就有三項是跟永續相關的特色中心 包括從生農學院工學院 以及我們的寧泰中心 有三個非常大的研究中心 從這個材料的永續或者是農業的永續 這些議題都有相關 那在教學方面 事實上我們一直把永續的議題 注入到我們各種教學的學程裡面 我們在三個全年度 生農學院提出的永續的議題也獲得了通過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位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永續辦公室以前的執行長 是我們的童清明童教授 他現在坐在第一排 還有我們那個永續辦公室 我們學校也成立永續辦公室 永續辦公室事實上 除了有主任之外 有一個永續委會的召集人就是我 就是校長親自要來做永續的議題 每年都有非常多議題 那也不是只有老師 知道我們學生很多都是get involved 我們今天也有永續辦公室的副主任 我們這個沈副主任 也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議題 所以永續這個議題在整個台灣大學的教學研究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然這個事業上的關注 也讓我們非常的努力 在這個方面 我們也成立了台灣永續的大學的聯盟 一共有9間學校來參與我們這個永續大學聯盟 那台灣大學在今年的評比裡面 永續的議題在公立大學是排第一 當然今天各位也看到今天QS的排名 剛公布台大今年又進步了一點 上次今年是全球的第68名 永續也是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評比的議員 我們期待在富邦集團以及我們師生的努力之下 我相信這個在整個學校的國際生活會更進步 最後我想有一點也要提出來 跟各位一起來做一下思考 因為雖然說永續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經由教育或者是經由政府的政策制定 讓整個地球或者是社會更永續化 不過我覺得永續的議題要做得好 主要還是人的想法 人的思想 還有人願意來支持這個永續的概念 所以我一直認為永續要做得好 事實上我們人自己本身必須要謙卑 我們要敬天之命 而且並且必須要能夠知足惜福利他 唯有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讓我們的這些政策能夠得到落實 那我非常佩服我們富邦集團的蔡董事長的原因 是因為他從金融業變成跨到電子商務 或者是說國際化 整個把他的集團變成一個非常完整的集團 不管是在剛講過的金融科技 或者是說整個電信科技 以及剛講過的人的建設 人壽 我想另外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他在整個企業取得很大的成功之後 他能夠回饋社會 也就是說我相信他應該體會到說 取之一社會 用之一社會 也就是說你從社會上得到的資源 你也應該有剛的知足 惜福 利他的精神 而來從事這些社會公益 我相信這個社會正面善良的一個循環 會讓我們的地球更永續 更讓人更覺得幸福 快樂 我想我們非常期待這兩個論壇 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能夠來整個論壇 能夠有豐碩的成果 而且讓我們往地球更永續 國家更永續 以及人民更快樂的一個方向來前進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陳校長 賴院長 陳副主委 今天各位的貴賓 還有線上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當然要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 我們這2024年富邦永續大衛來論壇 我們今天從第一場開始會有非常重量級的 這些參觀學的學者專家來參與討論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轉型的落差要如何來弥平 我們這個剛才校長有提起永續的重要性 台大成立這個風險管理中心 在2016年我們就跟這個中心一起攜手 開始研究什麼是面對台灣最大的風險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從氣候變遷帶來永續發展的風險 是現在不只是台灣 是全球所面臨最大的一個課題 所以我們從那一年開始就開始舉辦論壇 希望能提升我們產業跟社會大眾 對於這個議題的認知跟關注 那很高興也是因為有我們這樣的一個倡議 現在在金融業事實上是不只我們 也有其他的金融業者在舉辦類似的論壇 但是我很高興說我們能夠首創 也能夠帶動金融業 認知到他在這個整個轉型過程中間 所可以扮演至關重要的這個角色 也不只是在本業也能夠推動社會 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舉辦的時候 演講的嘉賓是李遠哲 李院長 他其實帶來的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這個大家腳步要加快 這個不然時間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推動 我們富邦現在叫做Run for Green 因為現在可能用走的會來不及 所以我們這個邁向永距 大家需要加緊腳步開始用跑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論壇會從政策法規到實務 我們全面的來探討環境 社會跟治理 三個面向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當然先從金融的政策面 能夠切入著手 我們第一場也有重量級的賴應召賴院長 跟我們金管會的陳副主委 分別擔任主持人跟引言人 從這個金融法規的這個制度面去檢討 這個永續在金融業未來的發展 我們所能夠扮演的這個角色 當然第二場會有很重要 我們這已經是連續第三年發表的TCFD的調查報告 這個最重要就是讓台灣的產業界 我們透過這個調查 我們可以完全的剖析台灣產業界對這個議題 到底有多少的認知 跟做好了多少的這個準備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永續 大家關心的面向已經從環境 都開始轉到社會面了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場 從這個企業內部如何確保勞動尊元 將員工福利 性別平等跟社會照護等議題 能夠納入企業的這個營運中 這個也是我想社會面是 很多人現在沒有注意到的一個永續的一環 那當然我們也會最後我們企業對外 在這個國際供應鏈裡面 我們如何能夠提升我們供應鏈的韌性 而全面的提升國際的這個競爭力 但在這個背後最重要當然就是 圍在體的金融業所能扮演的角色 金融業怎麼樣能夠將資金 透過融資 保險 投資 能夠合理的 有效的分配到 支持這整個永續的轉型 我想這個是非常 對我們金融業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我們要做的很多 就如同我前面講的 我們需要加快腳步 但是我一直感覺到說 我們社會上對永續這個議題 認為那個還很遙遠 大家沒有想到地球毀滅 事實上是迫在眉睫 這個也是我今天一再強調說 我們舉辦這個論壇 提高social awareness 的一個最重要的這個目標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今天來參與的各位講者 還有我們當然等一下第二場 我們蕭副總統也會清零來給我們支持 勉勵 也感謝陳校長 所帶領台大成為永續的這個標杆 我們周桂田主任 已經是接近十年來 非常緊密合作的這個對象 再一次感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 也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 蔡董事長 周主任 經管會陳副主委 司法院賴前院長 各位專家 各位貴賓 各位在現場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非常的榮幸 今天能夠受邀來參加這場論壇活動 早上因為另有行程沒有辦法參加到開幕 但是就在轉場的這幾分鐘 來跟各位見個面 非常謝謝富邦集團以及台大風險中心 長期以來對公共政策的關注 藉由產官學多元背景的意見交換 每年舉辦這樣子的大規模 並具有前瞻性的論壇 激發出許多對未來的想像 凝聚台灣社會對永續發展的共識 讓台灣與世界的發展緊密連結 更具備更好的彈性與應變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產業如何將永續發展的理念 納入經營決策當中 並且在近零跟數位轉型的浪潮下繼續站穩腳步 相信是台灣未來在國際的競爭當中 能夠持續佔有一席關鍵之地主要的因素 那確實極端氣候影響了全世界 也讓世界各國都必須因應挑戰做出改變 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賴總統在520的就職演說當中 重申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的決心 以發展多元綠能智慧電網 強化電網韌性為主軸 在維持穩定供電的前提之下 繼續增強我們能源的自主性 同時也要降低能源系統碳排放 並且滿足產業綠色供應鏈所要求的綠電 我知道今年論壇的主題是綠色金融與永續轉型 這不但是世界各國非常關注的議題 也是現在的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的政策 為了深化淨零經濟發展的潛能 政府透過跨部會的協調機制 擴大研議永續經濟活動的指引 明確定義涵蓋範圍 期盼能夠從金融機構的投資融資引導資金 進入具有發展潛能的低碳或零碳新技術 帶動產業轉型達到永續 進而而串聯整體產業的供應鏈 協力推動台灣達成淨零的目標 大家所關注的綠色金融 未來政府也會持續積極推動 包括精進相關法規制度 公司協力及發展更多元的商品服務 積極培育金融人才協助數位轉型 完成資安防護並且加強金融韌性 成為金融安全的堅實後盾 同時政府也會與金融業攜手合作 共同促進中小企業綠色轉型和包容 成長 那這些都是國際間ESG所設定的目標 更是台灣不可置信事外的重要工作 此外 最近大家有許多的媒體焦點聚焦在 我們的護國神山半導體這個產業上面 我們也看到其實這個產業也能夠和減碳相關的 資通訊應用技術來做結合 整合堅強的傳統產業供應鏈 投入綠能的設備製造 電網智慧管理低碳生活 智慧生活應用等領域的技術與服務模式開發 讓台灣成為全球近零解方的提供者 開創未來的綠色市場 那我們今天的研討會也適逢台灣也正在舉辦 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電腦展 讓世界對科技進展 不管是從AI或者是硬體生產面的焦點 都放在台灣 那這幾天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樣都在關注 台灣未來持續在世界科技發展當中 所佔有這個關鍵的一席之地 以及所該扮演的角色 那這幾天的研討當中 我們其實也聽到一些令人振奮的 新的科技跟想像 包含我們很多人在關注黃仁勳的演講當中 也提到一些我過去無法想像的概念 例如說用AI來創造一個地球的Digital Twin 那讓我們對未來整個環境變遷的趨勢 能夠有更多的掌握 那同時也透過科技和政策的導入來影響 甚至減緩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衝擊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整體台灣 在全球科技供應鏈當中 既然已經扮演這個角色 更需要金融界來作為整個淨零轉型 以及科技發展最重要的後盾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論壇 今天研討會是已經舉辦很多年 但是在現在這個關鍵時刻 更是有對社會 對我們產官學 整個資源整合 以及台灣一起走向 一個在世界連結的願景上面 更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我相信在永續轉型的道路上 每一個人都是關鍵的力量 雖然轉型的過程往往是辛苦的 尤其是對台灣的傳統產業來說 但是台灣身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角色 我們都必須提早做準備 而產官學都有責任 也都有能力 也都有義務來投入 我們必須提早準備超前佈局 用我們科技的優勢 搶得產業永續發展的先機 未來我們更要努力推動永續轉型 最具成效的堅韌島嶼 期待在大家共同努力跟七手合作之下 共同為全球打造一個綠色永續的未來 那再一次謝謝各位今天的邀請 也祝福今天的論壇能夠圓滿順利 那因為我錯過了早上的討論 所以我也決定在我下一個行程之前 先留下來也來聆聽下一場的報告 跟大家一起來關注跟學習 在全球共同關注的趨勢發展底下 台灣的政策挑戰 以及我們如何共同來因應 再次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順行 我們謝謝蕭富總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